全國國產臨境香味平感結果出爐 超頓頓起香三小班 今年有四位香榮參加都在到頭上中 超頓頓農會是特別來表揚和鼓勵 這幾年面對到氣候的變化和農業的使用 進化不好的環境 起香三葉是變得很辛苦 可以在到全國的困境拿到好心情 也顯示香榮的努力和用心 超頓頓起香三小班 今年參加全國國產臨境香味的敏感 在到吃好的心情 少於香榮都拿到頭上中 今年這種香榮有少年懷哭的苦逝 其中香榮未論到 今次比推進參加十大十農家的競賽 已經通過了錯算 溫度逐漸的攀升 這對蜜蜂未來是一個考驗 還有加上農藥 所以我們在選擇養蜂的環境 跟蜜蜂的營養 我們要給它充足的餵食 選擇適合放蜜蜂的地方 避免農藥的一個危害 要了解附近的作物 何時會失藥 所以我們要在何時的時間搬離 那因為我們是養蜂已經有六十年了 所以我們已經也是第四代 所以今年是用我爸爸的名字下去做評鑑 那今年得獎我們很高興 也希望消費者都能買我們台灣的農眼蜜 還有台灣的蜂蜜 明日就有導致的挑戰 以及農民擁有方式的改本 香榮必須隨時來注意到環境的變化 增加比方的準劃論 它確保旁邊的品質 可以說非常辛苦 能夠看到這項清農 可以在到全國的慶庭 農民也會感到驚悟 我們本身自己 對於自己目前 這個養蜂產業的提升也不予餘利 像目前全國只有14個 有做這個養蜂業的產銷履歷 我們其中一位就是了 所以這個代表是說大大提升 那農會配合養蜂產業 配合養蜂班 我們自律把這個產業再做精進 不再是一個傳統慣型的一種養殖方式 草豚頂齊胖三小班 大家有二十多個新聞 越來越多清農接觸到處來齊胖的工程 做到最好齊胖幾歲的團行 農會也願望大家繼續努力 未來提醒到齊胖三個的隔代 創造新的經濟好業 草豚頂養蜂蜂班 讚 幾隻女性 差不多